對你來講還蠻孕育重大 算是因為經過就是去年就是沒有正式的比賽 當然就是從那個去年年底聽到有機會就是參加測試的時候 就是1月的那個自主訓練就是對自己的就是要求也比較高 然後剛好就是有跟他們現在現役的選手就是一起自主訓練 一開始其實就是也比較擔心就是沒有辦法分享 但是就是經過那個自主訓練的時候就是自己身體狀況上一層 就他說對自己就是還蠻有興趣 那冠宇要不要談一下說 最近是媽媽 沒有就因為比一是季賽 今天也是第八年 然後新的一些不同的練習方式 然後就是慢慢就是找到自己季賽要準備要投的一些變化球 因為現在直球的部分應該就是調整都還不錯 然後就是趁自己就是要決勝的球種 然後自己再去摸索一下 然後趁還有十幾天這段時間沒有比賽的時候 然後就好好去把自己拿走變化球再把它練 進度再練更準一塊 然後其實現在才 本來就是現在才開始 要去爭那個先發的輪子 去爭那個位置 好